这是蓬勾日报要继续的时候 2012年11月取义 侯友宜 朱立伦说的 只要我再任 核四别响运转 我像以前可能是新北市 那个背景就在新北市议会 这是2012年他说的 只要我再任 核四别响运转 换句话说 核四他也没有的 这是2015年11月 他说2025非核家园是共同目标 现在他还要核四 这样是要怎么共同目标 朱立伦又说 核四可以考虑送出国 我们待会再来讨论 是要送一堆 来 法老师要补充 我们刚刚看到朱立伦在2012年讲的 一夫当官万夫莫敌 有我在就没有核四 有我在核四就不会兴建 这种态度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朱立伦 判若两人 是同一个人吗 我觉得连不起来 但是我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朱立伦他现在 为了一个政治的利益 为了要斗倒蔡英文跟孙昌 他不惜把他过去所坚持的立场 完全视而不见 现在的市长是侯友宜 侯友宜是你一路提拔的 当过你新北市的副市长 他到今天为止 他是反对核四重新的附建 他因为他认为核非料不需要去哪里 我认你朱立伦你够厉害 你说好核非料 我们新北 我们国民党现在有15个执政县市 你好歹找一个县市说 我愿意承受核非料 你找不出来 没有一个县市愿意 然后你现在又讲说 这个核非由中央决定 废话 那是什么意思 除非你当行政院长 除非你当总统你才有决定吗 你把核非料丢给中央 那请问一下 中央已经告诉你 丢给中央 中央的政策就是我不要 就不要嘛 那我必须要讲 其实核四这个问题 我相信 不要说是台 我们可以问新北市 不敢是侯友宜 或者新北市的国民党籍的市议员 哪一个人愿意接受恢复 新北市你可以先问看 那个北海案那个洪孟凯 你问他 知不知此从几何事 就一句话就好了 中央几个先问嘛 你洪孟凯到底同不同意 那淡水的陈伟杰 可以问一下 陈伟杰是国民党的发言人 问一下说 你赞不赞成重几何事 就这样 因为明年也要选举了 你对这个选民要坦诚 你不能回避 其实侯友宜 侯友宜他现在就是在绕圈子 例如说他这样讲 他说 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 请问侯市长 那请问你到底赞不赞成 支持重几何事 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 你再问他一句 他会这样 继续再告诉你 他一天到晚在讲说 核废料不要放在新北市 然后他说 核废料中央要处理 那中央的态度很清楚 中央就是觉得核废料 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不希望重启核四 对 那他现在又说 第一个又说 我要重启核四 然后第二个又说 我不要核废料 然后第三个又推说 中央要处理 那这个国民党的完全是 逻辑是戳乱到一个极点 而且我提醒大家 这个不要说蓝绿 第一个我就先问 洪孟凯委员 你这个一定要表态 洪孟凯我再次呼吁你 一定要表态 因为你就是北海岸 你就是北海岸的立委 我请问你 人家那个赖品瑜 他有讲 赖品瑜是金山万里 这边的立委 赖品瑜讲得很清楚 只要有我在 我坚决反对到底 那相对的没关系 我也要问 洪孟凯你也是北海岸的立委 请问你 你对重启核四的态度是怎样 不要违避 只有赞成跟反对 这样的选项而已 所以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 刚才洪孟凯一说 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 我再教他两句 这样讲太无聊了 有核安才有核电 这样可以吧 这是第二句 所以我 有核电才有核安 也可以 无聊 一个地方首长 这样子绕口令 有什么意思 我必须要讲 昨天有本来是700人 后来变成3000人 这个表示 绿营里面 真的那个危机感出来了 就大家感到忧虑 但是我必须想 蔡英文已经下了军令状 全国各个执政县市 各个立委都要办活动 铺天盖地的办 我觉得这表示一个决心 这个因为我们知道 2018年当时民进党就有人处理 当时的公投 结果搞得 输得非常惨 这次就到正面回击 但是这个只是 我基本上这个只是基本盘 这只是你民进党基本盘 但是我们更多的是怎么样 诉诸中间选民 诉诸中产阶级 今天如果核四发 我们知道核四现在盖的一个地方 也是属于地震的一个断层的地方 如果真的发生问题 不要讲新北市 台北市就围在旦夕 国民党游淑慧你要表态 游淑慧昨天还在那边 什么那个 跟赵少康 在战略完成一个123木头人 只有我看 拍的那个影片 记者比旁边的群众还要多 赵少康我简单补充一下 台北市真的也要表态 你知道那个直线距离 大家都以为很远 那是开车 其实核四场直线距离 离四林北头是很近的 大概都十公里左右而已 所以我觉得台北市要表态 另外核尔宜的部分 我已经近我最大的力量要求 要表态了 因为我曾经到乌克兰的 车诺比尔上空 我们是一群台商跟记者 坐这个包这个飞机 上空去飞去看 废墟一片几百公里 全部都因为辐射 所以全部被废墟 台湾人口这么密集 怎么可能 我再给大家看 侯友宜10月以外说的 他说他和中央协调 签以合肺了11年 没人敢面对 11年小英这几年 第五年 第五年 马英九这几年 八年 马英九也没要插他 马英九也不理他 马英九也没有办法面对 你现在要民进党面什么队 民进党就不要 结果马英九说要重启核四 这是什么台读 刚才你这天新闻 朱立伦说国外 是不是送到国外 是一个方法 那未来如果 国外是要上一队 外太空也可以 送到木星 送到金 送到土星好了 或是要到月亮去也可以 下一次让我们执政 我们负责任的提出来好不好 你们我跟讲 国民党从核一厂到核三厂 都是国民党在执政 请问核废料有处理吗 没有错 未来可能会有方法 未来50年还是未来100年 还是未来500年 我知道永和派很喜欢 举说欧洲美国 人家有永久储存产 请问台湾有没有 台湾的核废料永久储存厂在哪里 送出国不可能 因为我们曾经试图要送去北韩 因为现在国际间有禁止放射性物质外运 你任何国家的放射性物质 不可以运出你的国家以外 那请问你要放在哪里 就是说今天你要重启核四 我没意见 但是你要重启核四 主张重启核四 你要很负责告诉我们 核废料怎么处理 如果核废料 像指责说的 这么厉害有方法 那为什么核一厂核二厂的燃料棒 会放到燃料池里面 放到现在要滴出来 核二厂的一号机还要提早停机 为什么 因为燃料棒没所在的地方放了 我还用下去 我燃料棒难道真的放许巧新他家吗 他家也放不了两根 所以我觉得 这个议题 刚刚我听指责第一段讲 其实我还蛮高兴 他说国民党的态度是四个同意 可是我今天看 跟我今天看到的媒体表 我不晓指责是不是有最新的发展 因为今天早上的日报还在讲说 国民党只有两个同意 就他们领先提案的公投榜大选 跟莱猪是同意 另外两个国民党答案叫做协助民团 我觉得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特别是你未来想选大位的人 跟政党 你对这四个题目都要表态 没有模糊的空间 侯友一市长 你不敢做生命斗鬼 你一方面不敢得罪国民党支持者 一方面也不敢得罪新北市民 你现在你是蝙蝠吗 看到鸟说我会飞 看到老鼠说我是哺乳类 这个问题有这么难回答吗 我告诉所有的新北市民 明年底新北市长要选举 侯友一你今年不表态 你明年怎么连任 新北市民有没有权利知道 我选的市长 他对于核市场的态度是什么 当然有权利知道 不过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在做事 呢 我们都在做事 呢 把塑造这半年 家站跑 你 我有了 小学生 他 他 吼 那 你 感谢观看